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責無旁貸決定參選 57歲的梁振英是全國政協常委 生於香港直觀山東海威 在英皇書院就讀中學 74年畢業於理工學院 考獲測糧系文憑 之後他去到英國進修 獲股價及地產管理學位 返港之後加入重量行 30歲就成為這間英知大行 最年輕的合夥人 93年就自立蒙湖 同妻子唐青兒育有一兒兩女 梁振英在香港主權移交前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 和參與基本法起草工作 他詹文士說過 是因為有土地交易專業知識 和經常回去內地講學 而獲得中央器重 回歸之後由行政會議成員 做到召集人 被指沒有管治經驗的梁振英 曾經說過N屆都不參選 但是2010年的時候改口說 社會有需要他會盡力 重症的生涯最受爭議 是他對六四的立場 又譴責到不會回應 這個問題我過去都講過 全部都有報道 我今天沒有再每一生的說法 小上都有意見 想你多說 我相信將來有機會 和內地關係密切 梁振英公開質疑過諾貝爾和平獎 為何不是鄧小平 結果經常被指是共產黨地下黨員 我不是共產黨員 我從來沒有要求加入共產黨 也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共產黨 我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地上或者地下黨員 宣布參選之後 外界一度認為梁振英陪跑 但當唐英年不斷被揭發醜聞 民望插水 有人認為是CY發工 我們是不會搞任何人的負面新聞的 不過有關梁振英的負面報道 也都鋪天蓋地 除了被指十年前西九規劃設計比賽留步利益 梁振英的競選辦 還被指和黑社會有來往 物會新界鄉新拉票 黑金政治之說成為羅生門 我梁振英和我們競選辦的人員 都不認識郭永鴻先生 但最衝擊CY民望的 是他被包華203年在行會 提出過出動防暴隊 和縮減商台續牌年期 有還是沒有? 我絕對沒有說過 你騙人不要說謊 請你提供知識 事件難以水落石出 一直要求比拼政綱的梁振英 在競選宣言中提出 穩中球變的治港理念 實施15年免費教育 和嚴格限制雙非孕婦來香港生子 不過港人港地設限 政綱被指縮水 梁振英強調不是爭取支持 而亂禁開空頭支票 如果我當選之後 我是700萬人的行政長官 我是會向700萬人服務和問責的 香港歡頻電視機集 在台語中報道 好